别人怎么看,是别人的事,教养不是度量他人的尺度,而是自我援助的准神,只有真正有教养的人,才能处在较高的生命层次,因而得以赞助自身。 不随便评价他人,是一种教养,而不活在别人的评价里,认真活好自己,则是一种难得的修行。 当你知道,你并没有被赋予对他人进行乱断评价的权利时,你会发现自己有了更多的精力和时间去专注自己的事。 聪明的人,从不在意别人的眼光用心经营和打理自己,和把仙思纯花在揣摩别人,因何时俗上? 这两种人生是截然不同的,人生在世,我们是活给自己看的,不是活给别人看的。 别人怎么看我们,是别人的事,安心做好自己,就是一生最大的修行。 三心繁华,如梦如画,当你看透一切时,活得就自在了。 人是活给自己的,别奢望人人都懂你,别要求事事都如意。 没人心疼,也要坚强,没人鼓掌,也要飞翔,没人欣赏,也要芬芳,忙时,偷偷闲。 别丢了健康,累时,轻轻手,别丢了快乐。 你若盛开,清风寻来,你若精彩,自有安排,没人爱时抓住自己,有人爱时,有能力拥抱彼此。 人生一世,丰富自己,远比许悦他人更有力量。 世界这么大,人生如此短,自己折腾好就好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